离六月份的毕业季十月月近了 传统艺术中心从2009年开始 开办了传艺凤凰花的毕业连演 让即将毕业的艺术类相关科系学生 有一处演出跟展现自新的场所 而今年的艺术连演将在明天也是5月3号来举行 邀请舞蹈、传统音乐、民俗季等等的演出 展现学生对传统艺术的无限可能 国立传统艺术中心所主办的2014年 传艺凤凰花毕业连演即将在5月3号登场 这是传艺中心2009年起就开办了展演活动 邀请台湾传统表演艺术相关科系 到传艺联合来接力演出毕业制作 期望运用园区的人潮汇聚的展演场地 呈现国内传统表演艺术科系的训练成果 并且提供毕业学生 在专业场馆的演出经验 进而增进民众对台湾传统艺术教育体系的认识 以及了解 2010年开始 每年利用我们一份凤凰开的时间 不是大家来毕业 利用这个毕业的机会来考验你们 你们好好的书 所以特别准备这个场地 让大家学生来做调远 而我们礼拜六 就是礼拜六 每一个学校的议员是到6月7号的礼拜六 每一天的礼拜是三场 一场的一个一个小时 希望你们要好好表现 搞不好你们有一些人 还可以未来发掘到你们哪些投资 可以未来有合作的机会 不是跟你们可以交换一些商业演出 今年的毕业连演共邀集了舞蹈 传统音乐 戏曲 民俗技艺 京剧 客家戏 学戏等三校六系来参演 让新生代的艺术工作者独挑大梁 在游客面前展现传统艺术的青春分放 以及无限可能 第一次我是用呼拉圈的节目 然后我会从一个圈的难度 然后到五个圈 对 然后就加上自己本身身体的舞蹈的底子 然后就可以结合呼拉圈 然后展现女性的就是柔美的身段 对 然后配合音乐 然后就是做出比较不一样的表演 就是以传统的器专 然后结合现代的踢踏舞 然后做一个墨具的这样的表演 就是三个东西都有的元素 然后就是能跳脱传统 就是创新的意思 这样 学校都会就是来参 就是来参加 然后等于是传艺中心给我们一个平台 让我们学生可以在这边做展演 所以今年特别特别就是做了一个新秀的一个演出 那我们跟传艺中心配合的都非常好 那也希望就是可以透过学校里头产生出人才 然后希望传艺中心就是后续可以帮我们继续 promote 然后让这些学生可以被观众 大家可以看得到 我们今年四年级的同学来这边演出 那我们这台的特色呢 这次推了三个新秀 因为我觉得这次传艺中心办的这个活动也很特别 希望给我们的学生跟市场有一个接轨的机会 然后我们这次推了一个编舞新秀 就是陈美如的作品叫人工色素 然后呢还有秋雨艾跟陈法荣灯 我们有三其实有三十位同学来这个演出 2014年传艺凤凰花毕业连演系列活动 从5月3号起到6月7号为止 每周六在传艺中心讲卫水演艺厅来举行 采取锁票入场 宜蘭新闻记者石世民采访报导